日本皇室号称自己是天神的后代 既然是天神的子孙 自然是极才华 美貌于一身的全能性人才 不知他们在胚胎发育时期 出现了什么差错 一个比一个难以言喻 不是迷迷眼就是大脸盘 身高更是令人堪忧 能超过一米七可以被视为神的存在 可让人那么的是 明明天皇的王后 都是数一数二的美女家才女 可生下来的王室继承人 却还是不尽人意 这还要追溯到日本的第十七代天皇说起 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淡满之地 却自是甚高 号称自己是神的后裔 因此 他们生来就认为自己比平民高贵 为了保证皇室血统的存在 他们坚决不与平民成婚 如此一来 王室继承人只能从有限的王室中挑选 从第十七代到第四十四代期间 其中有二十二位天皇室近亲结婚 有的娶了自己的姐姐 有的娶了自己的表妹 更有甚者还会娶自己的母亲为妻 简直是害人听闻 在王室中 不乏那些财貌双全的女子 但出生的后代却让人大跌眼睛 王后的美貌和才华 应是没有继承异点 不是身形矮想 就是相貌平平 甚至在智力和精神方面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样的人继承王位 确实难以服众 尽管在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皇室宗亲 都存在近亲结婚的现象 就像欧洲的英法等国家都是如此 可好歹是全欧洲掀起的浪潮 还可以混着来 但日本就那一亩三分底 四面环海 没有与外族通婚的条件 就只能内部消化 而世代近亲结婚的后果就是生下的后代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 婴孩时期的死亡率 要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王室贵族 就算有幸存活 后期也会伴随着各种疾病的产生 而近今结婚带来的危害 早在明智天皇当权的时候就得以体现 为了王室血脉的延续 他的孩子可不少 足足有15个 然而在这些孩子中 只有最后一个小儿子家人天皇得以存活 但他也是从小体弱多病 伴有严重的精神问题 一度成为王室的孝饼 菊花王朝至今已经延续到第126代 也是迄今为止 世界历史上存在国座时间最长的王朝 但他们的继承人也是越来越少 甚至面临着绝后的风险 为了保证王朝的延续 日本天皇得人曾对此多次提出修改法典 试图让自己的女儿爱子来继承王位 可爱子公主的相貌平平 很难让日本民众喜欢 不过在文人亲王这边 却传来了好消息 已经40岁高龄的王妃继子 顺利生下了王室唯一继承人幽人亲王 然而幽人亲王的表现 却让人大跌眼镜 幽人亲王为何不被日本民众看好 日本菊花王朝近亲通婚的历史由来已久 但是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 王室后裔却越来越少 甚至已经到了绝后的困境 为了延续皇室血脉 文人亲王不顾王妃的安危 将三胎政策提上日程 好在母子平安 时隔56年 如今王朝唯一一位王室继承人安全诞生 自他出生之后 文人亲王就一心扑在孩子的身上 更是把幽人塑造成了一位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神童 三岁作画 五岁搞发明那时信手年来 可随着幽人逐渐出现在大众事业 一些心思证明的日本民众发现 真正的幽人并不像别人描述的那样 是一位才貌双全的继承者 反倒是目光呆滞 看起来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 结果也正如日本民众所料的那样 幽人的神童形象 都是文人亲王一手捏造的 而发现这王室秘心的关键点 还是源于一场活动 在幽人八岁时出席的一场活动中 他竟然对着自己的大婆的人天皇喊父亲 就是这一句让在场的日本民众如造了一哄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 八岁的孩子居然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这简直是离了个大婆 也就是在这场活动之后 民众怀疑是幽人的智商有问题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就有人爆料 小学五年级的幽人 居然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甚至唯一一篇获奖作文都是抄袭的 这随便一件都是惊掉下巴的事情 而这些事件被爆出 也成功坐视了幽人存有治理缺陷的问题 因此日本民众普遍认为 幽人配不上王室储君的地位 可如果真的退位让先 岂不是承认了王室绝后的传闻 作为神的后裔 他们绝不会承认 王室已经走上绝路的事实 所以 为了拥有志勇双全的王室后代 菊花王朝便把日本的国民闺女卢田艾菜 作为幽人亲王的王后人选 此等消息一出 日本上下一片哀嚎 因为卢田艾菜不但长相清纯可爱 而且也是非常优秀 凭借自己的努力 顺利考上了庆大学 前途不可限量 因此对于天皇的小算盘 民众直言王室就是一个火坑 毕竟上世纪90年代 日本第一美女鸭子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比王室看中的鸭子 不但是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而且还会多门语言 然而当他嫁给的人天皇之后 生下的女儿却是丈夫的番范 现在看来 无论是谁都难以撼动 日本天皇那顽固的劣质基因 如果卢田艾菜真的嫁入王室 那无疑是第二个鸭子 日本民众自然不愿意 可王室才不在意平民的反对 为了让卢田艾菜成为王室中人 得人天皇可是做足了功夫 在2019年 得人天皇便邀请了15岁的卢田艾菜 在他的家面大典上质子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确实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可对于卢田艾菜来说或许并不是 如今这个开放的时代 人类的事业逐渐开口 他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并不会像古时候一样 把嫁入皇室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皇室近亲结婚 为何会成为一种默认的规定 近百年来 自从了解到近亲结婚的危害之后 90%以上的国家 都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在远古社会 由于思想观念不同 也认为近亲结婚 是一种亲上加亲的表现 尤其是皇宗贵族 与近亲结婚 更是为了保证皇权的集中 于是当时欧洲国家的皇室王朝 都热衷于此 虽然在最开始 皇室贵族的伴侣 都是从邻国的皇室中人进行选择 但毕竟那时候 欧洲国家人口稀少 皇亲贵族的人数更是有限 长此以往 各个国家的皇室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血缘关系 而这些生下来的后代 就有可能会患有各种隐性疾病 比如 被称为疯子国王的查理六世 就是近亲结婚的产物 他的父亲查理五世 迎娶了他的表妹 他们生了11个孩子 但最终只留下了路易一世和易出生 就患有精神病的查理六世 只是在婴幼儿时期不甚明显 之后随着年岁的增长 才逐渐显现 在查理六世12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法国的国王 但由于他患有精神疾病 无法义政 因此 国王的权力被自己三个叔叔嫁空 还有维多利亚女王 就嫁给了自己的表弟阿尔伯特亲王 傅雷夫妇也是近亲结婚 此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这样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 不但存在于王室贵族 就连平民百姓也有这种观念 就像苏世与他的妻子王府就是这样 但其实我国历朝历代 都在严禁同姓宗亲之间结亲 在商周时期 婚配制度形成之后 就规定五世之内 禁宗不婚的名列 到了西周时期 这一制度也变得更加严格 直到唐朝更是到了鼎盛时期 直接将禁止近亲结婚写入了法律 唐六书一中记载 如有违反制度者 一律是以徒刑或葬刑 在宋代的宋行统中也明确表示 亲属关系不能通婚 如有违背 各账则一百 并离之 然而到了元代之后 就取消了这种限制 因为元代是外族统治时期 因此近亲结婚是很常见 不过在明朝建立后 近亲通婚则重新被前面禁止 因为在朱元璋看来 这种殷亲形式是违背道德和种族的繁衍规律 而这项规定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不得不说 老祖宗是有着大智慧的 近代科学也证明了近亲结婚存在着各种隐患 不利于人类的正常繁衍 自此之后 世界各国才开始大面积禁止近亲通婚 这一传统才被渐渐淘汰